ok ok 谢谢大家回来 恢复正常了 对可能可能是刚刚那个软件的问题啊 一路长红 谢谢谢谢大家的祝福啊 同唱九二 不卡了是吗 一切顺畅什么家吗 九二我刚刚唱了就是因为 可能是你们卡住了 我特别卖力气 你们是实力牌谢谢谢谢 对因为我跟若曦啊 本身就是 想要因为学院毕业的嘛 然后我们硕士毕业了以后呢 然后也一直在重拾 呃唱歌啊还有教育这个行业 九二再来 不能我 我看看啊 我们牧羊曲不是牧羊人吧嘉儿们 你们俩一定能红起来 九二刚才已经唱过了啊 我们一般就是不会重复唱两首歌 尤其是这种歌 我们可能稍微就要隔个 呃四十分钟或半个小时再演唱对 嗯 所以大家守候在直播间吧 对或者出去玩一玩 然后我们十一点 十一点左右给大家演唱好吧 好 嗯 感谢大家的关注 对嘉儿们 我们点击一下徐若曦啊 点击一下她的关注啊 徐若曦 然后在旁边有一个黄色的小星星 我们加入一下我们的粉丝群 来我们的那个调节一下 这个是有动过吗 嗯 晚上好 然后直播间两万多人了 我们接下来一首 呃 我独唱的歌送给大家吧 嗯 嘿 嘿 我们今天穿的那个衣服就是 呃 一样的礼服啊 简直我们俩感情好一点 哈哈 快唱完来 我们接下来呢 带来一首我个人的独唱吧 来吧 一首秋恋啊 我们送给大家 那我们印象老师准备一下 也在我们的节目单当中 我们的屏幕上发会我们的节目单啊 大家可以选择你们喜欢的今天投票 来我们秋恋啊 我们各个部门准备一下 来 那一片秋夜轻轻握笑 天歌 一首忍 嗯 那伤害은留在我心里 碰撞心底 还记得那年你的话语 散落雾虎的大地 大地他带走我记忆 沉沦中我把你忘记 忘记你可爱的脸 还有爱你的思绪 思绪他浅浅绊绊 剪不断我的情思缠绵 我记得那年你的话语 散落雾虎的大地 大地他带走我记忆 沉沉沦中我把你忘记 忘记你可爱的脸 还有爱你的思维 思维他牵牵绊绊绊 剪不断我的情思缠绵 忘记你可爱的脸 忘记你可爱的脸 我和你忘记你可爱的脸 我和你死绪 感谢我们所有直播间 两千五百 两千九百 两千九百人啊 两千九百人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我们这首歌是 两万两万九千人 我想个两千九百人 两万九千人啊 真的真的 说错了啊 我这嘴瓢了已经啊 因为我这个是直播助手 看的不是很清楚啊 零少看一颗 二点九万人啊 二点九万人 懵了懵了啊 家人们真的懵了 对我们重新开了一下 刚才直播助手啊 整个直播助手 全部都砍住了 这首歌叫做秋恋啊 大家如果觉得 有点杂音的话 大家可以扣在公屏上 我们的音响老师 会调整我们的伴奏 和我们的混响啊 我听着刚才好像 有一点点高音的时候 有点炸 你们听着炸吗 不这样是吧 那可能是我的问题啊 对我们没有听到这样 好我们直播间的三万人了 约西一米七三啊 家人们 直播间三万人了 家人们 我们网上再冲一冲 谢谢大家的关注 感谢大家的关注 秋恋爱了 对之前呢 我听到了很多版本的秋恋 然后觉得很适合若曦 我就说若曦你给我唱一首吧 然后她唱完以后 我觉得这个版本我爱了 所以在直播间给大家拿出来去唱 她一直想让我唱这首歌翻唱出一个版本 她说这首歌非常喜欢听我给大家唱啊 这首歌秋恋也特别特别好听 感谢大家的关注啊 英文我说的不好啊 美颜过头了 我们没有开美颜 我们只开了磨皮 因为我们是四个机会给大家进行直播 如果有开美颜 开瘦脸的话 我们来回切的话会跳脸跳得很严重 对 所以很多的朋友大家看抖音看很多啊 无论是跳舞唱歌的 你们来回切换的时候 她的脸 咚咚咚咚咚那样去蹦 变化的那种 对 那种是开美颜 开美颜 对 像我们这种就没有变化的 是没有开美颜 只开了磨皮啊 对 只是为了让大家看着这个皮肤效果稍微好一点啊 我们只开了磨皮 因为摄像机大家也知道很放大缺点啊 会显得 唱一个新歌 会放大人的缺点一些吧 我们准备一首美丽的遗憾送给大家吧 来一首特别好听的一首歌 我曾想过我这一生会有一段美丽的爱情 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美丽的遗憾 我曾想过我这一生会有一段美丽的爱情 你会是我身遍天空最耀眼的那个星星 天荒地浪只是青岛弄湿 笑如一抹夜中就要向往 在海的路上总要学着成长 再多的风雨也让一个人靠 等我熬过这一段浪梅 一个人尝尽孤独的滋味 我会笑着 你这个世界和解 如果再多漫长的黑夜 都不及你从我身上 留下的永恒和残缺 是美丽的遗憾 你是我眼中璀璨的光 是我一生未出击的梦想 你微笑着说 透过这一段浪梅 一个人尝尽孤独的滋味 我会笑着 我会笑着 比整个世界和解 如果再多漫长的黑夜 都不及你在我心上 留下的永恒和残缺 是美丽的梦想 是美丽的遗憾 如果再多漫长的遗憾 都不及你从我心上 留下的永恒和残缺 是美丽的遗憾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 一首好听的美丽的遗憾 送给大家 对一首好听的美丽的遗憾 感谢无我 谢谢无我的礼物 感谢曼曼 感谢听到大叔 谢谢今生有缘 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大家 我们的 没关系 我声音就是中音和低音啊 声音比较低 对三万人了 但我们点击一下 许若曦的关注啊 好听太棒了 谢谢 我说我的夜里只有你 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谢谢大家 眼中只有我啊 我们欢迎我们所有直播间 三万两千的所有观众朋友 没有点关注的 依然给若曦点个免费的关注啊 没有加灯牌的 我们加下灯牌 因为刚才直播出手卡顿了一下 所以我们重新开播了一下 你的声音非常非常特别 对 我是女中低音 所以声音很特别 欢迎我们所有朋友们 感谢榜单好吗 加泰 谢谢晚秋 谢谢 谢谢你的礼物 这首歌 是海群歌 佛缘影 听闻远方有你 听闻远方有你 动身把舍成你 这首歌也好听啊 有没有我们的这个节目单当中大家想听的歌呢 有没有节目单当中大家想听的歌我们可以抠 抠出来在屏幕上抠出来或者是我们点小星星也可以啊 听闻远方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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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身把舍成你 家人们徐若曦只有一个账号啊 大家一看粉丝量就知道了 所以一定要点击徐若曦粉丝多的这个关注 好因为我刚刚在刷若曦视频那个直播的时候 我刷到好几个号好像跟我们直播间是同步的 好厉害 就是跟我们直播间是同步的在播出 所以家人们我们一定要点击徐若曦 一百五十七点一万粉丝的这个账号啊 家人们那个是不知道怎么播出去的 真的在同步在跟我播出 但是这个人不是我 对所以家人们我们要认准正版 点击关注啊家人们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怎么能把我们过滤了一下 所以就经常有有朋友进来就说你们这个是录播吧 你们怎么录播还这么多的人 我还在纳闷 原来我刚刚刷了几个都是都是许若曦在现场直播 怪不得是我录播 快快快快快快快你们该截图截图 把那个抖音号截下来 我跟官方说一下给他得得那个什么呀 这哪行啊这是截出来啊这这这这这 完了又磕吧了家人们这这这这 所以家人们我们要要要 又出现假的了啊 正版正版的流量还没咋高呢这假的出来了 那个抖音号截屏一下 到晚的截屏一下啊 这首歌上半场唱了我们稍微晚一点唱 再晚个两首两三首歌给大家唱好不好 因为这首上半场唱过了 我们十点五十左右给大家唱好吗 包括九儿行吗 这个真的是太高级了 这个同步跟我们好多账号跟我们同步 这个真的是很高级啊 该说不说的啊 这个不是广告啊宝贝 他用的是他的账号用的我直播了 你们所有的打赏和关注都给了他没有给我 他不像宣传不像你们给我录视频 所以我把这边正版啊 点击这个一百五十七万的这个粉丝的许若曦的关注啊 家人们 好 好快拿了 下一首歌家人们想听什么呢 红颜一老吧 刚才有空调到个名下 红颜一老 来吧 一首红颜一老送给大家 好了红颜一老我们的唱歌模式啊 来我们给上我们的红颜一老送给大家 没有歌词 来我们暂停一下 没有歌词 你这个版本而且班都特别杂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从前不怕痛的年纪 这首歌 轰轰烈烈的毫不顾忌 变成早闹着陷阱 不知道这个班奏不对啊 多了结局 不知道为什么是吧 没有歌词 而且这个班奏特别杂 我们换一首歌吧 这首歌吧 这个版本不行太杂了 我耳机都炸了我这边 夜来香 夜来香刚才唱过了 那就 《彼岸花开》第三名 《彼岸花开》吧好吗 《彼岸花开》送给大家 这有给我们看一下怎么回事 也没有歌词 什么情况啊这是 湯海凉茫茫 怎么回事都没有歌词 好奇怪哦 我不知道我没有歌词的话 我记不住 我就得唱 我就得唱我瞎唱的歌词了 我们这个屏幕 我彼岸花开放一下先 回忆里的那个人 《录灯莎的恋人》 多伤是曾经的我们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歌词 刚才是伴奏不对 嗯我们调整一下啊 刚才那个伴奏也不对 《彼岸一老》多好听啊 是不是 我们看看《彼岸一老》 那个伴奏可不可以 我们放一下我看一下 无损的才行 要不要吊人啊 谢谢星乐樊晨 谢谢你的礼物 没有 还是没有 算了吧算了吧 嗯这个这个出现bug了 谢谢天悦 对来吧我们彼岸花开 我归在佛前等千年 对这首歌嗯来吧 我们送给所有直播家朋友 我归在佛前等千年 一花一杀一世间 我归在佛前等千年 问你可否遗忘前世的缘 是否许诺今生夙愿 你站在脚上望画面 我归在佛前 莫问前 尘封存多少恩怨 只愿来生不负相见 我渡望春河 等你奈何桥上 往来世如岁月 怎能虚妄 千里安花开 沧海凉茫茫 不提树下 怎许来生的守望 我渡望春河 等你奈何桥上 往来世如岁月 不可虚妄 佛月情与爱 生死怎思量 不提树下 不许来生的守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录在佛千岗千年 一花一杀一世间 问你可否遗忘前世的人 是否虚弱今生素缘 我渡望春河 等你奈何桥上 我渡望春河 等你奈何桥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渡望春河 等你奈何桥上 编超小 rid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voyez 微信心与爱 生死怎思量 真心不敢 感谢你的礼物 是的 太好听了 太好听 谢谢家人们 这首歌高音有点破音了 我承认一下 点击一下许若曦的关注 家人们点心 然后旁边的黄色小猩猩 我们点击黄色小猩猩 加入一下我们的粉丝团 好不好家人们 粉丝团加一下 让我们的那个关注点一下 还有我们的这个 小猩猩付一下 付费人数 我们增加一下 我们可以推一下我们的流量 好不好家人们 感谢大家 对这首歌叫做笔案花开 对笔案花开 但是我唱的不太好 我知道这首歌 我唱的不是很好 因为我高音我破音了 这首歌我唱的不是很好 谢谢大家捧场 一直都愿意在直播间 听热气唱歌 对好多好多唱歌 抖音好多唱歌的女孩子 谢谢大家关注 是吧 今天整体流量不是很高 今天最高也就冲到了三四万人 然后一直都是一两万人 迟来的爱我今天唱过一次了 嗯 对我唱过一次了 大家如果想听 我们是九点钟唱的是吧 对 嗯 我们唱 哇 谢谢 谢谢 谢谢我凡尘 我的楼兰我唱不上去呀 宝贝我唱不上去我的楼兰 哈哈哈 我唱我的歌 你就做我一次啦 这真是做我一次啦 我不行啦 我这首歌再唱 你明白 每发现我的爱 我已经没有爱了啊 这首歌我如果在那个啥的话 来吧 一首期待的爱送给大家 你的想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 还能够彼此完全了 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 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 不依赖默默对你深切地关怀 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 不愿放弃你的爱 这是我长久的期待 不愿保留你的爱 那是对他无言的伤害 伤痛的心一片空白 如何面对那迟来的爱 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 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 你一来默默对你深切地关怀 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 不愿放弃你的爱 不愿放弃你的爱 这是我长久的期待 不愿保留你的爱 那是对他无言的伤痛的心一片空白 如何面对那迟来的爱 伤痛的心一片空白 如何面对那迟来的爱 谢谢云哥 感谢真心不改 谢谢奢品时装 感谢强哥 谢谢杨宝 感谢明峰 谢谢望川 谢谢你们的礼物 感谢大家 我们点击徐若曦 点击徐若曦的关注 旁边有一个黄色的小猩猩 我们加入她的粉丝团 感谢大家 谢谢我们所有这个时间 来到直播间的朋友 唱得好听是吧 有味道 那我肯定的朋友没有点击 关注啊 我是女中第一若曦 讲话的那个是我的闺蜜 也是我的同学 是张嘉戴 她是女高音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睡觉的时候 把耳机挂在耳朵上 然后听我们唱歌的话 效果会更好 那我们有点关注的 我们完成一下 我们的绩效任务啊 家人们 礼物我们不求 PK我们也没有啊 这个抖音流量靠大家啊 抖音挣钱抖音花 抖音流量靠大家 谢谢我们所有直播间 两万家的宝宝们 大家我们争取把我们这个 涨粉和我们的这个 粉丝团的人数再走一波 好吗 家人们 我们所有所有喜欢若曦 觉得若曦 某一首歌真的打动你的时候 那我们点击一下 我们左上角的关注 还有我们左上角的粉丝团 我们点击下一抖壁 就可以支持我跟家带了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说话跟我唱歌是两个声音 我说话非常哑 烟嗓的感觉 但我不抽烟 但是我唱歌是不雅的 但是高音的时候 可能会有点小破音 小小破音 张力太大的时候会有 所以感谢大家多多理解啊 我们也不是特别特别的专业啊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 感谢大家的关注 今天看到了好多新粉宝宝的名字啊 谢谢大家 来家人们我们新粉宝宝 挂上若曦的灯牌 我们慢慢扬扬灯牌 抠一下衣 好不好 新粉宝宝 我看到很多朋友想要点歌 想要听人生录 烟雨唱扬州 哎呦 我以后一首歌我只能唱 我只能唱两次 我跟你说 我再多一次我就要吐了 家人们 烟雨唱扬州又点了 我们的曲中仁 嗯 这是在KT 因为不是 这是我自己花钱搭建的 我们这个舞台啊 还有点曲中仁呢啊 天天唱啊 家人们 你们不腻吗 啊 真的要听曲中仁啊 你们扣一是要听曲中仁的意思吗 家带 再问一遍吧 家人们想 想听曲中仁还是说你们是新来的宝宝 是曲中仁吗 曲中仁扣一啊 家人 还是人生录 曲中仁我们扣一 人生录扣二 好吧 曲中仁扣一 我们人生录扣二 行吗 看看你们想听哪个 我想听千冠你的人是我 天呐我这些 千冠你的人是我扣三 太窍了 太窍了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哇真是一啊 全是曲中仁啊 这首歌真的是豪火啊 那不那就曲中仁吗 你们这么多人喜欢听曲中仁一来笑 哈哈哈 那不曲中仁吗给大家唱啊 每天都是这些歌 我们看看有没有歌词 来我们放下伴奏 以为自己够散脱 却逃不开着命运的曲折 有时觉得很脆弱 忽然发现没人可以诉说 心早已不愿挑拨 借助你没了奢求的资格 多少深夜独自难忘 反复冲播着这首歌 吉档 祝父 奢求您在家内 一 桑 � 谁是谁非爱与恨 满身的伤痕 是浪漫的回忆 如今早已变陌生 只愿老天太浓人 坎坷的红尘 心早已不愿飘泊 却也注定没了奢求的资格 多少心也独自难过 反复冲破这首歌 初吻不知其中意 在第一时其中人 谁是谁非爱与恨 满身的伤痕 细与浪漫的回忆 如今早已变陌生 只愿老天太浓人 坎坷的红尘 初吻不知其中意 再提是其中人 谁是谁是谁 谁是谁非爱与恨 满身的伤痕 西日浪漫的回忆 如今早已变陌生 只愿老天太浓人 坎坷的红尘 只愿老天太浓人 坎坎坷的红尘 但是再讲 我只会让我来 帮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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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华翔哥 你好 是真人吗 这个是真人真账号 是正版啊 家人们 我这个是正版啊 很多盗版最近 咱流量还没做得特别高呢 这就开始 居然我刚刚在刷的时候 刷到了同款 就是一个小号的账号 然后跟我们同步在直播 所以家人们 我们认准这个若曦正版的账号啊 家人们 对 从你的世界路过 是我唱的原唱 无奈从你的世界路过 为你我情愿寂寞 对 这首歌是我的原唱啊 看月色中的我 坐在你的右侧 家人们 我们能不能点击一下 若曦的关注 旁边有个黄色小猩猩 我们加入下灯牌点歌 我看到好多点歌的宝宝 前面都没有黄色的灯牌哦 家人们 要有那个黄色的灯牌 要不家带根本看不到 没有那个黄色的灯牌 家带眼睛就瞎了 看不到 现在黄色灯牌在越来越少啊 家人们 今天的这个灯牌 是我这个 这个关注数 那绝对不是我们 咱家的这个实力啊 点名了 岁月 岁月灯牌 你一直让 一直在抠家带九儿 但是 你前面没有灯牌 我看不到 我从这首歌认识你的 是吧 呃 从你的实力录个人说啊 听闻远方有你 来吧 听闻远方有你给大家唱一首 然后我们要加带给大家唱九儿好吗 嗯 听闻远方有你 听闻远方有你给大家唱一首歌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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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逐沿途的风景还带着你的呼吸 真的难以忘记关于你的消息 陪你走过南北东西 相随又无别离 可不可以爱你 我从来不曾泄心 像风走了万里 不问归期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 这算不算相拥 我走过你走过的路 这算不算相逢 我还是那么喜欢你 想与你都白头 我还是一样喜欢你 只为你的温柔 我还是那么喜欢你 想与你都白头 我还是一样喜欢你 只为你的温柔 谢谢 再一次感谢大家 一首好听的听闻远方有你 送给大家 哇好听啊 谢谢 我不是原唱 原唱怎么可能是我这个嗓音呢 我声音这么低这么哑 睡觉就恐怕了 是因为声音是吗 对 家人们我们听若曦唱歌 听我们直播的时候 一定要配一个耳机 或者连接一下来源音响 因为我们这个 所有的伴奏都是无损的伴奏 然后我们的音响老师 也非常的专业 对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听着 可能声音有点 有点就是贴耳 有的声音又很空旷 跟我们这个现场的混赏 是有关系的 再次感谢大家 不同的歌曲 不同的风格 那么这首歌呢 我喜欢唱成那种 发声音乐的感觉啊 就是那种 我以为我会哭 但是我没有 这种就特别贴耳的那种感觉 嗯 对 我的声音是女中低音啊 再次感谢大家 嗯 红颜知己特别好听 是吗 来吧 我们有请家里大家唱九儿啊 对 我说话声音哑啊 我说话声音一直都很哑 嗯 曾经心痛我不会唱呀 我声音很低啊 因为我们的公屏在左右两侧 所以我跟大家讲话的时候 可能都要在左右两侧 那么我今天是 嗯 对 唱了几首新歌 我看很多朋友说有新歌嘛 有一些唱一些新歌给大家 但都在前半场唱过了 但是每一天大家觉得 清唱更好听是吗 因为清唱是说话模式啊 大家可能觉得更贴耳 我们有请家代吧 你们一首好听的九儿 我们家代呢 是我们的专业的女高音 女高音是花枪女高音 所以说呢 谢谢大家 因为我们是专唱是美声的 我也是唱美声的 她也唱美声的 所以我们的声音呢 可能没有像明歌的 那么那么的甜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支持的朋友 来家代上吧 一首好听的九儿 没有那么甜啊 但是很有张力的一个九儿 九儿我送你去远方 送给大家 上边的那片天野啊 上边的那片天野啊 我好听的温柔 手边的草花儿香 高粮手奈红满天 今儿我送你去云房 高粮手奈红满天 今儿我送你去云房 今儿我送你去远方 谢谢感受我们所有直播间送出礼物的朋友们 这个是我的搭档张家代 哇谢谢大家 好听谢谢大家 这首歌对我们是学美声的 所以大家可能听着不像那名歌那么甜 那种很甜那种感觉 因为我就是 今儿我送你去远方 因为圣总的不一样 你看家人们 在绑极 他跟我一起合作直播 你这个有点像 你这个有点像久而老了 那不是若稀我 岁数有点大了 等那个鱼战熬是吧 等的就是已经 快死了 变成了老太太的那个感觉 我老九儿 我这个还算是中年的 你这个就是彻底就是七八十岁了 你这个给我送走吧 我这没办法啊 这个久而我是没有办法唱了 就大家都知道 就是咱也不适合啊 这个春天的芭蕾 是我们在那个小年的时候 给大家唱啊 那很多朋友 像我们直播间是一万七千个观众啊 那很多朋友 大家可能很多是南方的朋友 很多是北方的朋友 那么你们的小年呢 肯定是不一样的日子啊 我记得是南方和北方是连续两天 两天十三号十四号 好像是正月的二十三和正月 不是腊月的二十三和腊月的二十四 好像是我记得 是 南方小年和北方是不一样的 那么小年夜的时候呢 我们晚上九点钟 也依然在直播间给大家 带来好听的 我们的所有的红歌 包括一些祝福类的 民美类的歌曲啊 今天的网络可能不太好 是因为这个直播出手有点卡顿 影响我们近人啊 要不然我们今天的流量 一直都不是很高 最高的时候 有的冲到了四万多人 今天的流量不是很高 我们明天继续努力 是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每天 来我再给大家磨叽一遍啊 对 点击徐若曦旁边的关注 然后旁边看到一个黄色的小星星 家人们我们加入她的粉丝群啊 家人们点击旁边黄色的小星星 加入她的粉丝群 然后我们呢 过一段时间想打人气票 希望大家能够帮忙 对 然后 这是我们不得骂一骂人啊 家人们 你说我们 赤巨资啊 天天弄这个舞台啊 给大家进行演出 关键是家人们 出去打仗 我怕输 出去打仗 大不了明天再战 我就 来有志气 人世间马上安排 好吧 人世间我们下一首给大家唱啊 一直都在说人世间 人世间 我们真的人世间 这些歌每天都唱两遍 真的 我们家铁粉 我感觉快听吐了已经 谢谢大家关注 主播会跳舞吗 会跳 会跳 就是不能看 对 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所有新年来宝宝 我看很多的小麻雀啊 送出了星星 爱自己多一点 用户坚持梦想 能够反复加入吗 你可以反复来看 这个反复加入好像不行 人世间又刷屏了 谢谢家人们的关注 因为呢 我们现在应该在看 每天的这个后台流量的推送呢 也是跟大家密不可分 那么大家呢 也知道我跟家代 每天很努力的唱四个小时 三个半小时到四个小时 给大家进行直播 我们的目的呢 就是想要 把更好听的音乐啊 呈现给大家 也希望呢 我更多的粉丝啊 包括一些铁粉 走到我们直播间认识我们 对 然后以至于我们最近都没有休息啊 一直在都在坚持的直播啊 红颜知己听上瘾了 如果爱不能走出回忆 就让我做你的红颜知己 谢谢 我是你们的铁粉 前面的灯牌面啊 铁粉 铁粉要亮灯牌哦 家人们 来我们没有点关注的 对 每天这样唱非常累 大家也能听到 我说话声音有点哑啊 说话声音有点哑 但是哑是我经常事儿 我基本上百分之八十的日子 都是演的 这是女中低音 她会有这个低频的一个这个 对 总是在震 对 你知道吗 低频的震动 你像我唱那个花姐的一首歌 我现在都不用做那种 算了吧 不用这样 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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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感觉 可以 算了吧 我不想再装伤 哎 若曦 那你小洋人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呼骂呀 哈哈哈哈 哈哈 曾经一起的岁月 怎么样 我跟你说家里面 咱那嗓子 那个小哑声 可以随随变面 哎 基本上一会儿出一会儿进了 马上感觉也快不行了 哈哈 我我感觉就是走入 默契了啊 这是这是出奇 来吧 人世间 我们准备一下 家带我们准备一下 我们的话筒啊 给大家唱一首 人世间 这首歌呢 点击率非常高啊 也是由我给大家 和家带给大家进行合唱 她唱的是女高音的部分啊 我唱的是女中音的部分 以合唱的形式啊 给大家 不用这个 666是吗 那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 大家 我们现在一万家 在直播间 没有点关注的 给若新免费的关注 然后我们呢 觉得人世间好听的 我们点击一下 关注加上灯牌 送一颗小星星 增加一下付费人数 好不好 那接下来呢 一首好听的这个 人世间 送给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 如果说你的 画面不清晰 我们右下角三个点 可以调剂一下蓝光模式 那么如果说 你们看到的画面有颜值 可以重新进一下 有的时候我们声化 会微微的有那么 0.02秒的不同 恐怖啊 这一次再次感谢大家 嗯 好吧 我们一首好听的 人世间 来我们三号机位 准备一下 可以了吗 姜黛 来我们三号机位啊 我们伴奏 走一步 我们三号机位啊 命运的站台 悲欢离合都是刹那 人像雪花 云药飞很高 不融化 时间的苦啊 爱要绿色与要香 时间的天啊 走多远都记得回家 平凡的我们 撑起屋檐之下 一方烟火 观人世间多少 沧桑变化 处一踏过前冲浪 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在妈妈老去的时光 听她把耳时慢慢叫 也祝你不忘少女样 也无需那白发苍苍 若年华中将被遗忘 记得你我 我已有爱着 时间值得 时间值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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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苦了 就有多少种活法 有多少变化 太阳都会升起落下 平凡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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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身雨雪风霜霜 不忘去哪 虽死几枯荣依然 迎风何常 祝你踏过前冲浪 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在妈妈老去的时光 听她把耳时慢慢叫 也祝你不忘少女样 也无需那白发苍苍 我们啊 像种子一样 一生向阳 在中片土壤 我无声掌 太好听了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 来我们加泰感谢一下我们的榜单 那么谢谢我们星落凡晨歌 太好听了 希望之光啊 太美妙了 看到了满屏的夸奖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 我们是用摄像机 四个机会给大家进行直播的 然后如果要是说 我们大家清晰度不够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 你们屏幕右下角有一个清晰度 三个点点开之后有一个清晰度 大家可以选择蓝光 就可以看到清晰的演出效果了 我们感谢一下 来我们导播老师 给一下我们夹带的镜头 我们看一下 感谢一下所有送出礼物的朋友 感谢云哥 谢谢星洛凡尘 谢谢强哥 感谢敏敏 谢谢半途而废 感谢樱花麻将机 这个一看你就是 好玩啊 好玩 也谢谢我们德彩哥 谢谢 谢谢德彩哥来到直播间 然后没有点关注呢 我们依然关注走一步 我们最近的关注和粉丝团的 这个数量非常重要 我们加带给大家口播一下 我们怎么点击一下 左上角的关注 家人们 我们瞄准徐若曦旁边 那个粉色的关注 点击关注旁边 会看到一个黄色的小星星 我们点击黄色小星星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了 家人们 我们根据我们的灯牌等级 进入后面的后台 全哦 因为这样我们过两天 打人气票的时候 就可以得到你们免费分享的 那个 那个叫什么 人气票啊 家人们 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的 灯牌的等级 进入 全哦 啊 给力 张嘉太最近有点岁数大啊 她坏了跟不上 对我最近就说着这个话 嘴跟不上脑子 也有可能是脑子跟不上嘴 反正就是小洋人了以后 有点不太正常 家人们 你们容我休息休息 恢复恢复元气啊 她小洋人之后 本来 她有女人味了感觉 本来就反应比较慢 现在更慢了 哇 谢谢我们 嗯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啊 都一样的 哇 九儿已经唱过了啊 九儿唱过了 呃 佛元寅今天没有唱 我们休息一天 不唱佛元寅了吧 我们唱一首真情永不变吧 好吗 我们呃 老师准备一下 钢琴演奏家 一会儿给你们弹梁柱啊 一会儿快到 十二点的时候给你们拍两株 今天如果流量不是特别高的话 我们十二点左右 就下播了 我需要休息休息嗓子 嗯 流量不是很高 我们就休息嗓子 流量如果高的话 我们就坚持多播一播 因为今天的 嗓子有点哑啊 我们可以早点下一会儿 嗯 有没有人会觉得我很法尔赛 直播间一万多人说是流量低 哈哈 但确实是哈 一万多人对我来说 我有点内心崩溃 就是想休息休息 对对对 谢谢我们博文哥啊 对 就是想休息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得承接住我们四五万人 五六万人的时候啊 是不是 要随便抱走一个呀 白狐不会唱 白狐要学一下 家带已经学了两天了 什么一眉飘飘 一眉飘飘 我都听他唱好几遍了 一眉飘 什么飘飘 一眉飘飘 哎呦 哈哈 你说若曦飘飘 得 怎么都画 怎么都画作虚无 哎呀 就天天在家唱来唱去的 我都唱不出来 真的 我不会唱啊 我真的不会唱这首歌 因为可能这首歌 我唱不上去 我也从来没学 就压根就放弃了啊 对 流量高的时候 我们就多唱 然后我们家铁粉就多捧唱 然后把流量往上攻一波 多一些关注 如果流量不高的话 我们早点休息 就早点睡觉 因为我最近剪视频弄什么的 我非常非常的累 我每天都要早上六七点 才能睡着 就有的时候 可能说两三点睡了 但是就是六七点就又醒了 就睡不着了 一直到到中午 才能再睡两三个小时 就这样 西海情歌不会唱 真不会唱 把真情有不便 送给大家 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 情不自禁的就回想到你 当年的梦已散去 青春也加碎风絮 只留下我们共同的记忆 别说你的心不会有涟漪 别说这只是一场空欢喜 让爱锁住你的心 别烦恼那些问题 世界会将我的爱告诉你 无论世界怎么变 真情永远不改变 一起经历太多太多难忘记 每当天空下起雨 你将潇洒的离去 留下你和我共同的记忆 别说你的心不会有涟漪 别说这只是一场空欢喜 让爱锁住你的心 别烦恼那些问题 时间会将我的爱告诉你 无论世界怎么变 真情永远不改变 一起经历太多太多难忘记 每当天空下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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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将潇洒的离去 留下你和我共同的记忆 和我共同的记忆 谢谢我们所有扣出好听的朋友们 我们感谢一下送出礼物的朋友 三十多了吗没有三十岁啊三十岁 谢谢云哥感谢睦睦 谢谢心落凡城 谢谢半途而飞 家人们我们如果感觉到有卡顿的话 就重新进一下 或者延迟什么的都重新进一下 可能是你们家那个网速 有点不太稳定啊家人们 加在这个语气就感觉那种特别嫌弃 他们家的网速 可能那就是你们家网速 我跟你说这真的是这个 这句话真的完全的这个沈阳味 特别足啊真的 可能是有点慢啊家人们 一点没有我们自己的问题是吧 怎么别人都通畅就你卡呢是吧 太烦人了真的是啊 谢谢感谢我们睦睦的礼物 谢谢 烫糕店老板 哦对那个是我们的家人开的 然后之后那个 呃大家可以在南京的话可以去吃啊 这也是劳粪了吧 知道我们去年做 户外的时候啊 应该是我们家劳粪了 知道嗯 刚才那首歌是真情永不变啊家人们 谢谢木木 谢谢你的墨镜 嗯今天的流量没有很高啊 今天流量一直都是三四万 然后降到了一两万 嗯 但是还好很好了啊 我已经很知足了家人们 我们现在起码没有就是呃三四千两三千的时候 那个时候都已经很开心了 因为我们刚刚播一周嘛 刚刚也这种舞台的形式刚刚播一周 是的 这样已经很开心了啊 家人们我们点击一下若曦的关注啊 然后旁边有一个黄色小猩猩 我们加入一下 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啊家人们 然后我们最好这个小猩猩战战宝啊 增加一下我们的付费人数啊 可以推推流 感谢大家 刚才那首歌叫做真情永不变 是花姐的一首歌 但是我跟她唱的有点不太不太像 谢谢默默 谢谢你的墨镜 跟她唱的有点不太像 因为我唱的是呃 就是稍微声音还会再低一点啊 然后花姐唱的会更有精力 一些不一样的效果 嗯 以后的以后怎么唱 感谢我们的太阳的灯牌 谁来的爱我今天不唱了啊 宝贝我今天唱两遍了 我已经要突兀了 风决定要走 好像就是以后的以后 风决定要走 雨怎么挽留 是那首歌吗 谢谢默默 何必迟迟傻傻傻 对 这就是以后的以后 是吗 你没创歌 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感觉她创歌的呢 是这歌吗 家人们 是的 哦 哦真的是啊 家带是中中华小曲哭啊 就是因为会的歌太多了 所以经常串来串去 再加上有一些音乐素养 同一个和弦的又串来串去 真是太恶心了 真的是 哈哈 哇我的我的哦女人花 我又花一朵种在我心中 安保待放一悠悠悠 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听女中音啊 我看很多 很多朋友知道我是女中音 一直在直播间 我们一直在说这个中音中音的啊 来我燕姬看一下是不是有点模糊了 我要你哦 我要你排名了吗 很高吗 很高吗 我在大雨刚停着夜晚 该唱了哈 一个人又躺 是 谢谢简单 谢谢你的纸贺 哎简单就是每天都来啊 每天都来 谢谢我简单 嗯 谢谢简单 哎呀 家带唱青藏高原呗 我觉得青藏高原那个歌吧 就是也不是很高 哈哈 然后大家可以在小年的时候 来听我们唱一些 美声啊 名歌更高的歌 烛光里的妈妈怎么唱 妈妈呀 对对对 主主主主主主光里的妈妈 哎你这个调对 对对对 呃 不理 找不到找不到调了真的 第一句咋唱了不会唱 卢花美 这些大家想要听的全部的 比如说卢花 母亲 万事如意 家和万事兴 纳西情歌 呃我们的越来越好 走进新时代啊 所有所有你们能耳熟能详的 全部的名歌 包括好运来啊 我们的欢天喜地 你们能在明美类主播听到 直播间听到的全部的明美的歌曲 包括很多没有听到过的啊 比如说秋水长天啊 还有很多女主播可能他不太会在直播间唱 有点乍卖的那些歌 我们都会给大家在小年夜的时候给大家经营演唱 所以欢迎大家在小年夜的时候一时候在直播间一次性听一个够啊 包括牧羊曲 望月 都是在那个时候给大家经营演唱 对 父亲的散文师 这个要若曦找一下伴奏是不是 这首歌她唱的其实也挺好听 我们要找一下无损的伴奏啊 一周八四年 中假还没收个完 耳朵好大 我耳朵就就我耳朵确实很大 耳朵大的人有福啊 是吗 是吗 那那大吧 是吧 你看那个动画片里大耳朵荼荼 多有福气啊 都当到动画片了是吧 等我挣了钱了我就一定要 娶你 有有有志气啊 哥努力啊 有志气啊 你也不用啊 你也不用等有钱了 你知道吧 你就在直播间陪陪我就行了 唱到几点 我们今天打算是到12点左右啊 如果流量高一些 我们可能不到12点半 但是不会再往后了 因为今天嗓子有点哑 我们想早点休息 嗯 清唱上人 真的假的 啊很好很好 死了都要爱 你是真的想让我死啊 这首歌让我唱完 来吧 我们啊 再来一首歌吧 好吗 嗯 谢谢关注啊 来一首人生录吧 好吧 来一首人生录啊 送给大家 这首歌其实我觉得比 比红颜知己好听 但是你们就是喜欢听红颜知己 人生录其实以前的点击率要比红颜知己要 要好 江阳转马老师的唱 再唱三个呢 再唱三个 给当地 我今天没有唱人生录 我唱的是迟来的爱 这段人生录 有谁陪着我 我今天没有唱过人生录 嗯 回首走过的这一段旅程 我没有唱过人生录今天 嗯 来吧一首人生录啊送给大家 回首走过的这一段旅程 是那样的熟悟啊 是那样的熟悉而又陌生 曾经彷徨过 哭过也笑过 眼睛 眼睛浮现着飘泼的身影 战断症 暖症而又漫长的这段人生 不知在那个一站 我们相逢 曾经付出过 恨过也爱过 待前往 留给自己的是什么 有谁能够了解人生的寂寞 有谁能够打开生命的枷锁 这段人生路 有谁陪着我 谁又能把我人生的潮起潮落 谁能知道幸福是怎样的生活 谁能知道快乐是怎样的选择 谁能静下来为自己相过 如何能踏过人生的这条河 软软而又漫长的这段人生 不知在那个一站我们相逢 曾经付出过 恨过也爱过 到现在留给自己的是什么 有谁能够了解人生的寂寞 有谁能够打开生命的枷锁 这段人生路 有谁陪着我 谁又能把我人生的潮起潮落 谁能知道幸福是怎样的生活 谁能知道快乐是怎样的选择 谁能静下来为自己相过 如何能踏过人生的这条河 谁能静下来为自己相过 如何能静下来为自己相过 如何能静下来为自己相过 这条河 好 感谢 欢迎腿哥 欢迎腿哥 谢谢腿哥 谢谢云哥 感谢木木 谢谢许公子 感谢樊晨 谢谢你们的礼物 谢谢九旋 感谢九旋 谢谢姐姐 你们的耳机会一段一段的吗 谢谢王哥 只有我今天耳机一段一段的 我我有我一句话得断三次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今天的耳机一段一段的 我刚刚也是一段一段的 你也是一段一段的是吗 是接触不好吧 那为什么他们不是呢 哦你没有用蓝牙 音响老师没有用蓝牙 所以他不断 你的耳机直接连在电脑上 那肯定不断呢 我这边就是 爱过夜很狂 恨就没了 然后过又出来声了 如何能腾 Sheater 调也没了吗 何有 对我 这个我是一顿一顿的 应该是那个蓝牙的 耳反的问题 我们试过加歌词 但是我跟珞琦同框的时候 就显着很满啊 家人们 所以就没有加歌词 主网耳机 我这个耳机已经很贵了 我也不知道为啥 我这一根耳机 真的都做咬牙切齿买的 家人们 真的是咬牙切齿疯了呀 买的 我这个耳机跟他们的耳机不一样 大家能看到就是 夹带他们用的是那种挂脖的 我的耳机是完全是演唱会时候用的耳机 所以你们在前面是看不到的 但是在耳朵里能看见 所以我都说我会塞一塞耳朵 他们经常说那个若欣总弄耳朵 其实我在塞这个耳机你知道吗 谢谢嬷嬷 感谢你的墨镜 身体好 谢谢关注啊 谢谢 来 帮我下去喝点水 我们有请家里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钢琴曲 好不好 那么两首钢琴曲啊 一个是克罗地亚狂想曲 一个是我们的梁柱啊 看大家想要听哪一首呢 我们克罗地亚狂想曲抠一啊 这是个特别特别特别快速的一个钢琴曲 然后我们的梁柱呢也是非常的经典 嗯 大家想要 看啊 一多二多看看 啊 梁柱比较多 哦 音也蛮多的耶 谢谢我木柱的眼镜与 再次感谢我木柱啊 然后我们要加带整理一下我们的这个方位位置和我们的谱子啊 来 我们谈梁柱吧 梁柱会稍微多一些 我们今天先谈梁柱啊 来 我们的 让加带准备一下 然后我们 对 欢迎加带啊 我的嘉宾啊 也是我最好的闺蜜 那么这个时间呢 我正好让自己休息一下嗓子喝点水啊 我下去坐一下 然后把时间给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 大家欣赏一下好听的这个钢琴曲 也舒缓一下心情啊 我们 我们让加带找一下这个梁柱的谱子 好吗 来 我们三号机位给一下 嗯 好 那么梁柱呢 是大家选择的一首歌啊 因为这首这个曲子呢 也非常的非常的经典 呃 现在我看一下啊 屏幕上还是扣梁柱的更多 那我们今天就谈梁柱送给大家 那么梁山博与朱英台 简称梁柱是中国古代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 那么是中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 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是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 那么梁柱的故事呢 在民间流传已经有1700多年啊 在中国可谓是家喻呼啸 相信很多很多的朋友应该都有听过这个曲子 我们音响老师把音效关一下啊 有点强 那么梁柱的故事呢 1700多年在中国家喻呼啸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加带给大家带来这一个 特别好听的啊 被誉为爱情千古绝唱的梁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